因为买这个车的人 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去给你崩 嗯 送点 给我看什么好东西 来 在这儿呢 你看喊你半天你才来 这是春风的储流箱 大家口中说的储流箱 看到没 这就是这个新款的250 叫蔚来战士 名字还是蛮好听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大概做一个比较 大概做一个比较 因为毕竟刚好挺巧的 因为700跟250我们都有限车 你看啊 大家你看 这个春风700它是一个铁的 看到没 那这个呢就是塑料的 但它里面也是铁的 但是呢 大家会考虑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有异响 没有 其实这车啊 不像SRSR 它这个它是全包围的 就是全是塑料壳 它只有一个油箱 但是呢塑料壳其实也不少 它这个油箱一直到后面 到屁股这里全部都是塑料壳 看到没 但是呢 它这个塑料壳 它是一块一块的 不像SR它是一整个的 然后呢 这个车的座高 跟春风700的呢 差不了多少 但是这个250呢 比较窄 那700的比较宽 700的座上去呢 怎么讲呢 700的座高矮一点 这个座高是795的 75的呢 但是坐上去呢 并不矮 挺高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呃 我的身高1米67啊 1米67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坐上去 前脚掌啊 开可以开 的确可以开 但是呢 不是前脚掌的 你看没 两边都是半脚掌 开是刚刚好 够了 呃 呃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他用的跟这个 这个春风700的都是一样的材质 翻薄皮的 这个因为 怎么讲呢 所有的好 那都有一个不好的之处 都他是体现到哪里呢 就是一个不能洗车 这晚上他要洗车啊 他湿的 这一时半会干不了 晚上一坐屁股都湿了 还有一个 这个车 他用的是NK250的发动机 看到没 NK250发动机 然后后屏差 跟NK50基本上都是 一样的 然后他也是一个中央货币 呃 然后他这个ABS 不能装的在这个地方 呃 还有这个 前车架啊 跟这个NK50都 呃 蛮像的 但是呢 他这个 扭向跟这个700一样的 你看到没 这个地方也突出来一个地方 给你装护杠 哎呀 讲到这里呢 又有一个尴尬的地方 看到没 这个水管挡住了 水管挡住了 到时候装护杠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能有摩擦 这就是不好的地方 呃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车呢 呃 他的配置呢 也不算高 但是也不算低 他前后都有ABS 这样够用了 因为一个复古车 你要不了多少电控啊 这个车 呃 是滑动离合 这个车有一个滑动离合 呃 不过你该有的都有了 滑动离合又轻 是不是 前后的ABS 他都有 够用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 液晶仪表 他不像NK50的 NK50到22款 全新的 就是最新款的那一款的时候 他就是 全液晶的 就是全彩屏的 然后这里多了五个按键 就是他可以就是菜单选择啊 有什么故障啊 然后还有一个手机可以导进去导航啊 这个就很方便 但这车没有 呃 话说回来 它是一台复古车 你不能把它给当做万能的 对不对 呃 这个车售价呢 现在是18,980 因为售价 呃 很良心了 18,980 你说现在你能买到什么车呀 是不是 18,980 能买到这一款车已经买好了 因为 这一个车型 已经有很多车友在期待这个车 到底什么时候能出 没想到出的这么快啊 很多人之前也问过 哎呀 那个NK50的CLX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好想订一台 呃 这两台是已经订掉了啊 再要的话也只能等 因为这车你说 好吧 它没那么高端 但是它是适中的这个价格 这个价位 而且 它是一台250 你像NK50的 它是比较 适合年轻化的 就年轻人在开 这个车哪比较暴躁 像这个车 它电脑调的就没有那么暴躁 然后它是属于一款什么的 呃 没事 溜个车 跑个山 哎 小玩玩 我们不要去玩的那么暴躁 因为买这个车的人 他就没有那个 心情去给你崩 对不对 这个车买的 它一定是安安稳稳的 跟你去留车 好了 就到这里吧 ced the 小玩ום 与 两个人 ……